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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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丁曉雨 今天要教大家是室內健身 如何鍛鍊到你的馬甲線 那這個是鍛鍊到你的側腹肌的地方 那我待會會教大家的動作呢 總共有四個動作,會再循環一次 那總共有四分鐘的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鍛鍊囉 那一樣呢,開啟Tabata Timer 一個動作會做20秒 先躺在地板上 好,去鋪到你的腳兩側 那身體要再起來喔 會感受到你的側腹在擠壓 好,接下來要做的小油動作 好 手可以這樣 好 兩次 好,接下來要做一個動作 好,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來幫大家的動作 好,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好,去,已經躺到地板上了 好,去,已經躺到地板上了 右手可以碰到主掌尖 然後換另一邊 右手就是已經在旁邊支撐了 好 可能他的四個動作我們再數碼一次 你還記得第一個動作嗎 第三 五頓 一起的動作是這樣 那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身體會比較難一點 好 先連動作 腳要彈空喔 記得 用身體扭轉的力量 因為只要是要練到馬甲線啊 撐住肌 所以記得身體要留不能到 好 你躺在地板 跳舞兩個動作囉 好 換下一個 最後一個動作 右腳的力量 一隻手可以摸你的肚子 感受到側腹有在處理 那如果沒有處理到 可能是你的力量用錯了 就可以去感進 好 做完了 很開心 剛剛教大家四個動作 又做了一次循環 所以總共做了四分鐘 等於是其實有八個動作在裡面啦 只是有重複過一次 那這個動作呢 教大家如何用塔巴塔的訓練四分鐘 極速大便到你的側腹馬甲線 記得跟我一起大便喔 記得要訂閱分享喔